Can't think straight My mind is rushing of words that you won't take Notice of the way you feel sick 哈囉大家又來到了蝦皮購物開箱的時間 那過幾天呢就是618 這次呢我剛好所有的包裹呢 都在6月初收到了 這次呢我一樣發掘了非常多不一樣的賣家 然後呢把它買回來試試看 所以呢今天的品箱我告訴大家 炸裂多 多到不行 滿滿的 滿滿的一大堆今天呢都要跟著大家一起開箱 我覺得跟大家一起開箱真的是非常的興奮 有一些包裹啊提早到然後我就放在那邊 我都一直很想開 但想說我一定要跟著大家一起開箱 所以呢我都忍住 那因為今天的品箱真的超多 所以我們就話不多說趕快來開箱吧 第一個呢我來拆一下這個黑色的這一包 這一包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還蠻重蠻有份量的 好我知道了 因為最近呢其實都在家 所以我想要買一些居家服 那這個呢是我買的一套的這種運動套裝 就是休閒套裝啦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賣家呢叫做WooStory 他們家的商品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百元的平價商品 對小資女來說我覺得價錢是很友善的 然後整體賣場風格要比較可愛的 比較休閒的又比較成熟的 你們可以逛逛看 這一套衣服呢我是5月18下單 然後6月5號收到 所以大概等了兩個禮拜多 好然後包裝呢就是非常的精簡 非常的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內容物怎麼樣 這個呢應該是淘寶來的 因為上面是寫簡體字 然後標籤沒有拆 整體呢是屬於這種比較厚的材質 就是質感還不錯 我選的是這種花灰色 我覺得會比較可愛一點點 然後材質真的是還蠻厚 然後蠻舒服的 接下來呢我就換上這一套給你們看一下 他穿起來就是這種非常寬鬆的版型 然後超舒服 他是有點微微的彈性 然後這個棉呢很輕膚 整個質感我覺得很不錯耶 就是還蠻舒服 然後在家裡穿就是很適合 紮進去之後呢就是長這樣子很隨意很舒服的感覺 他因為他褲子比較長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會浮光 就是非常舒服 很慵懶 很休閒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OOSTORY的這套很可以買耶 而且他們家有三個顏色 就是你可以自己選 那整體的質感我覺得很不錯 他們家還有另外幾套運動衣 我覺得也還不錯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那OOSTORY這個賣家 基本上他們家的衣服呢 也都是以實拍照為主 假如說你看到一件喜歡的發現這個不是實拍照的話 你也可以私訊賣家 他會提供那個實拍照給你 這就是我覺得他們的服務態度還不錯的地方 就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家我覺得還蠻不錯蠻推薦的 這家呢有兩個賣場 兩個賣場賣的東西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就是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這件我覺得還不錯 接下來我們來拆這個比較小的包裹 看一下裡面是什麼 打到我自己傻眼 我在這家呢買了兩個BRA TOP 然後跟一件裙子 這個店家呢叫做LIN22 然後他們是有實體店面的 在中原商圈 這家整體的風格呢 也是屬於那種比較偏韓系 比較偏簡約的 然後那時候呢我就看到他們家的這個 BRA TOP形容的非常的厲害 然後銷量有1000多件 評價也超好 所以我想說一定要買回來試試看 這家的BRA TOP 是你一定要買兩件才可以出貨的 然後因為是現貨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出貨還蠻快的 這個呢我是5月18下單 然後5月23號就收到 所以非常的快 那這個小可愛呢是一件200塊 小可愛的材質摸起來算是還蠻舒服的綿 然後裡面這個墊子呢不會到太厚 因為我不喜歡太厚的墊子 我之前有買過那種比較厚墊的小可愛 結果我發現他沒有辦法服貼於我的胸型 就會變成有點空杯的狀況 很奇怪的那種感覺 他這個墊子摸起來是有顆粒感的 就是一粒一粒的 然後這個墊子呢是不能拿出來 肩帶也沒有辦法挑 接下來我先來開一下他的這個裙子 然後再一起穿給大家看 喔他們有貼自己的貼紙耶 就是LOGO的貼紙 我選的是一個這種暈染的裙子 因為今年還蠻流行這種暈染的元素 所以我想說AK買一件裙子這樣子 然後呢喔好香喔 他們有噴香水是不是 超級香耶 這個是沒有什麼味道 這個裙子好香 一打開就撲鼻而來喔 裡面呢是有一層內裡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會透膚這樣 然後整體質感我覺得還OK耶 喔真的好香喔 我來換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BRATAR的部分 他穿上去的棉是舒服 但是我覺得他的這個墊子 也是沒有很很服貼 就一樣是會有點浮浮的感覺 所以這BRATAR我覺得 嗯我沒有很喜歡耶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裙子 裙子我覺得穿上來很OK 就是花色還蠻漂亮的 然後整體也是舒服的 另外呢他的腰這邊一邊是鬆緊的 然後前面就是正常的 我蠻喜歡這種褲頭 就會比較舒服 然後裙子他會有一點微微的A字 就是穿上去我覺得還蠻修實 會讓你整個臀部線條看起來是很順的 這件還不錯 LIN這件我覺得他的裙子的質感 跟價錢是很OK的 這件裙子我看一下要多少錢 齁 這件裙子只要390我覺得很OK 因為我覺得他有接近大概590的那種價值 那BRATAR的部分我覺得就是 我真的沒有那麼喜歡 而且我發現他下面這邊會有一點 就是微微浮起來 沒有很服貼那樣子的感覺 總體來說我覺得LIN他們家的出貨速度非常的快 然後賣場也有很多現貨的衣服 就假如說你比較敢的話 你可以到他們家買衣服 就不需要等太久 那整體的風格我覺得會是 大學生會喜歡的風格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下一包我來拆鞋子好了 這樣就可以搭配一下衣服 然後這個是ANCE的鞋子 ANCE也是一個台灣品牌 先來看一下跟鞋好了 剛好跟我的裙子可以配到 喔對我選的是一雙棕色的 這雙我覺得很好看 就很像是會在韓國林藝道看到女生穿的鞋子 這樣子 ANCE他們家的鞋子都超好穿 我去年有跟大家分享過他們的靴子嘛 超穩的 然後就算再高走起來還是很舒服 一整天腳都不會痠 因為他們的墊子真的是太厲害了 這個一樣也是你們看 是那種軟軟的墊子 然後這邊有做這種防滑的設計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喔質感真的很好 下一雙我也先開給大家看 沒有錯的話這雙是一個拖鞋 因為最近真的是好熱喔 穿拖鞋會比較適合 然後選的是一個這個拖鞋 就是非常簡單的這種平底拖鞋 那這一個呢是他們家的水洗牛皮 就是你怎麼用都不會髒 我看他們家官網還有滴番茄醬什麼之類 都不用擔心就是他非常的耐髒 又有點防水就是還蠻厲害的 接下來我就把這兩雙穿在腳上給大家看 然後順便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穿起來的第一感受 看穿起來很好看耶 就這樣腳看起來很修長 就這樣是超級超級舒服 完全不會有那種踩跟鞋的負擔感 就是那種小姐姐的感覺 配裙子非常的好看 剛剛穿黑色的兩鞋看起來比較休閒 然後配上這跟鞋就有沒有更 小姐姐 小女人的感覺 這雙也超好看的 而且是屬於那種百搭的兩鞋 前面呢也很舒服 假如說你有拇指外翻的話 穿這個他也可以把你的腳包得非常的好 另外他這個墊子應該是有夾齁 所以踩下去不會直接踩到陰影的地板 就是有點厚度 這雙我覺得很可以買耶 太舒服了 會想要買給媽媽的那種 很舒服 這兩雙我覺得穿在腳上都超舒服的 假如說你有想要穿跟鞋的話 這個是可以考慮的 就是踩起來不會有像在穿高跟鞋的感覺 就是非常的舒服 另外一個就是每天都要穿的拖鞋 因為其實基本上我現在每天都穿拖鞋 那像這種拖鞋就是很好走很舒服 然後前面也不會太緊 因為其實我腳板是屬於那種比較偏寬的人 穿這個就哇超舒服的 然後這個墊子這邊呢 他是有做加厚的 所以踩下去的時候會有點緩衝 就會軟軟的 就走起來腳後跟比較不會痛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用我的95折折扣買買一下會比較划算 接下來我們來拆這個箱子 打開之後呢裡面還有一個小盒子 包裝還蠻精美的 然後他們家的飾品呢都是實拍照 主打說是你是連敏感肌的話都可以帶的飾品 哇他們家包裝很精美耶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這個是什麼啊 哇還有自己的這種漱口包耶 他們家包裝也太精美了吧 喔這個呢是這個鯊魚夾 我最近好喜歡鯊魚夾 然後這個呢選的是一個這種 壓克力的鯊魚夾 這個也很好看耶 好夏天喔 這個我喜歡 那另外一個這個是 哇 天啊他們還送這個耶 這個就是你可以把飾品收納在裡面的這種透明套 天啊他們家很用心耶 不錯不錯 我想要帶這個給大家看 這個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就中間的英文字母是你可以自己選的 哇他們家都包得很牢固耶 就是 他戴起來的閃度很漂亮耶 就是不會霧霧的其實還蠻亮 然後他說他這個是純銅厚度14K金 比較不容易會黑掉或是秀掉 質感我覺得非常的棒 可以看一下很漂亮耶 假如說你今天是穿一個比較V0啊 或這種細肩帶服 配一個這個項鍊就會顯得還蠻有特色的 另外呢我有選這種珍珠項鍊 因為這種珍珠項鍊就是超好搭 你隨便配都可以 看起來就會比較氣質一點 那我看他們家賣場的是把這個跟這個配在一起 然後我還要選了一個這個小耳環 我一樣把它戴上去 給你們看一下戴上去超級的漂亮 珍珠呢是這種天然的米粒珍珠 然後配上這個就是非常層次感又很有氣質 這個真的很好看耶 必買必買超級的漂亮 然後我剛剛也戴上了他們家的這個耳環 這種韓式簡約風的耳環 就隨便配都可以 總體來說我覺得買送他們家不管是外包裝 還是內容物的質感都非常的棒 你們看就是還有送這種帆布袋 每一個也是包的很精美 然後還有送一個這個收納袋 這個收納袋真的是命中我心耶 我覺得實在是太貼心了 所以我覺得買送他們家真的是很可以買 實拍照然後包裝又好看 產品的質感又很不錯 618可以參考一下他們家 我覺得很棒 接下來我就繼續帶了他們家的視頻 來開下一個包裹 這一個是什麼呢 沒有拆開都不知道 這個賣家也是一個用心的賣家 你看包的這樣子非常的漂亮 我自己的防塵袋 然後還有綁一個這個繩子 我知道這是誰了 看到名字了 這一家我記得我是五月初下飆 是我第一間下飆的 這一家其實大概等了快一個月左右 真的等了非常的久 然後我記得我在這家買了一件上衣 跟一件可愛的裙子 沒有錯 我在家買了一個這個短上衣 藍色短上衣 質感很不錯耶 好舒服喔 好香喔 我覺得有噴香水的賣家都蠻好 就是一打開聞到會覺得心情很好 是這個藍色 然後接下來這個裙子 我自己非常的期待 因為我很少穿這種短短的擺摺裙 那為什麼我這次會買擺摺裙 是因為我那天老公突然說 我覺得其實你穿擺摺裙還蠻好看的 我很喜歡你穿擺摺裙 我就噔噔 我說我怎麼從來不知道你喜歡我穿擺摺裙 這是哪來的想法 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就買了一件這個擺摺裙 那我選的是一個這種灰色 我想說比較好搭 欸好期待喔 我來換上這件給大家看 我們先來看一下上衣 上衣是這種深藍色 然後它的材質是這種比較薄軟的材質 上面有這種坑條 那因為它比較軟 所以我覺得它會有一點 比較沒那麼挺啦 然後裙子的部分呢 我覺得挺度就很棒 然後呢也有一定的垂坠感 最重要是它裡面有這種褲子在裡面 所以你不用擔心會曝光 然後整體配起來 我覺得這樣一套還蠻可愛 蠻好看的 裙子我非常的喜歡 然後上衣就比較普通一點 我剛剛好像沒有跟大家介紹這個賣家 這個賣家呢它叫做 TONIA SHOP 是這樣念嗎 它呢也通通都是實拍照 可以很清楚看到衣服的顏色啊 材質等等的 我覺得買起來會比較安心 衣服質感的部分的話我覺得是很OK 外包裝也是非常的用心 唯一的小缺點就是追加期真的比較久 這樣所以你們要買他們家的話呢 需要具備一點耐心 好我們繼續來開包裹開這一個 這個應該就是西裝外套 因為開了這麼久都還沒有看到西裝外套 打開來之後呢長這樣子 一樣是有一個這個套子 上面呢就是寫 謝謝您的購買 好就是這樣子 質感還不錯耶 然後這邊是有一個小墊尖的 我來看一下這件我等多久 我記得沒有很久 這件呢我是用我老公的手機下單的 因為我的那個免運券用完了 所以收到了時間 我再補在旁邊給大家看 我直接來先穿一下 這件西裝外套穿起來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後有一個口袋又有墊尖 它這個墊尖呢不會到太大 所以穿起來是非常有精神 就讓人肩膀看起來是很挺的 長度呢大概就是在屁股左右 哇超好看的 很讚耶這一間 然後裡面是有這樣子的內裏 超級超級超級好看 材質的部分的話 它算是有點偏厚的材質 以下天氣來說 我覺得應該還是穿得住的 全身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配一套呢就非常的好看了 很隨意然後又還蠻優雅小姐姐的感覺 這種襯衫真的還蠻好配的 裡面要配背心啊或是BRAD TOP都行 非常的好看 這件我大推 各位我剛看一下這件價錢 只要540塊 我告訴大家它絕對有980的那個質感 因為它真的是很挺很好看 就整個質感材質真的很棒耶 驚呆我 然後出貨我覺得也算快 不會到等太久 那這個賣家它賣的東西其實有一點雜 就是有英國代購 然後又有化妝品又有帽子等等的 但這個賣家的衣服呢 並不是每一張都是實拍照 你可能要看一下 或者是看一下下面的評價 怎麼樣再決定要不要購買 但是這件西裝外套很可以買 這個質感真的太棒 接下來呢我們來開最後一個包裹 是一個非常可愛的粉橘色 那後面呢就是他們家賣家的名字 我覺得每次開箱開到最後頭髮都超級的亂 就是因為一直換衣服就亂七八糟了 這打開來之後他送了一個這個耶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看不出來 好沒有關係我們看一下衣服 這個呢我買的是一件連身的洋裝 我想說可以當居家服 其實他們家應該還會再附一個專屬的袋子啦 但是因為他說好像沒了吧 所以就是沒有給這樣 他有先跟我說我就覺得還OK 然後這一件哇好薄喔 有彈性你有沒有感覺到嗎 它是有彈性的 這一件我記得超便宜 然後他們的出貨速度呢也是神之快 這件呢我6月4號下單我6月7號就收到了 是不是超級的快 那這件呢只要290元非常的便宜 這個賣場賣的東西也是那種超便宜超便宜 那種兩三百塊三四百塊 那他們家衣服也是我覺得有一些是實拍照 有一些就是廠商給的照片 所以大家在買的時候呢也要看一下下面的評價 好那我先來把這一件給換上 材質就是這種薄薄軟軟的材質 還蠻舒服然後還蠻涼的耶 各位不好意思剛剛是背面這邊才是正面 我也太蠢了吧 我想說奇怪怎麼開這麼低 背後呢就是這樣子的大幽靈 穿上身上真的好舒服 而且你們看彈性可以這麼大 可以拉超大的 這件我很喜歡的290塊推推可以在家裡穿 這樣子配就比較正式一點 把剛剛的那個休閒感降低 這件我真的覺得越穿越舒服耶 到現在我都不想脫下來 因為他真的好軟好輕膚 夏天穿就是非常的涼 最後是他只要290塊很便宜 也是CP值超高超高超高的洋裝 我覺得今天最後介紹這兩件啊 就是洋裝跟那個西裝外套 我覺得都很高CP值耶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我非常的喜歡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啦 那一樣呢會把所有產品的連結放在資訊欄 你們可以去參考一下 今天基本上好像也是比較無雷的分享 除了覺得Brota沒有那麼喜歡以外 我覺得大部分都非常的OK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拜拜